接下來第八題 它叫我們求這個投入產出模式 這個Y這個函數 在X是0到400之間的報酬地減點 那報酬地減點呢 其實呢就是這個反曲點 所以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先把原函數下去做微分 那這個係數呢 1%照抄下來 那6X平方微分變成12X 然後減掉呢 這個0.001X3次方呢 微分以後變0.03X平方 這1階導函數 接下來呢再把1階導函數再微分 求2階導函數 所以2階導函數呢 就變成1% 那12X微分剩12 那這邊呢再微分變0.06X 0.06X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令它等於0 令它等於0 所以呢我們就得到 這個0.06X喔 它就等於12喔 所以呢這個X喔 它就等於這個0.06分之12喔 那也就是呢 6分之1200喔 也就是呢200喔 也就是200 所以當X呢是200單位的時候喔 這個 呃它的報酬呢就開始呢 遞減了喔 報酬遞減 那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我們 因為報酬遞減點呢 我們還要下去算它的Y坐標喔 那這個Y點多少呢 我們就把這個原式喔 把這個 把這個Y喔 等於500分之1喔 這個式子裡面呢 把X呢 帶這個200喔 所以它就變成6乘以這個200的平方 再減掉呢 0.01喔 乘以這個200的三次方喔 乘以200的三次方 那這個式子呢 這個0好像很多喔 我們乾脆呢 把它這個200喔 把它提出來好了喔 把這個200的平方給它提出來喔 提到外面來喔 所以這個 這個被提出去 這一項剩6喔 那減掉這個0.01喔 那這乘喔 乘以這個 200平方被提出去喔 所以這邊剩下200而已喔 剩下200 那所以呢 我們接下去呢 就把這個 呃 這邊前面照下來喔 500 這邊是200乘以200 200的平方就200乘以200 他這邊是6 減掉呢 0.01乘200呢 就是2喔 就是2 那接下來呢 我們把這個式子 把它約分一下喔 這個兩個0跟這兩個0 約掉 那所以呢 整個前面這邊就是 五分之四百喔 五分之四百呢 就是80喔 然後乘以後面這裡呢 是4喔 所以做出來呢 就是320 320 那所以我們說呢 這一題呢 那他的這個報酬遞減點喔 就是這個 200喔 X是200 Y是320 Y是320喔